我要知道的是 他死亡的原因 不是他的压力 你知道这种他所讲的这些 所谓的压力源 到最后应该产生的是冲突 不是直接跳到自杀死亡 有这些压力 这个是事实 可是都没有办法解释说 为什么他会走去 去自杀 甚至于身上有刀伤 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然后前面都没有前兆 没有任何的前兆 这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讲这些原因 承认这些原因 然后直接跳进去 结论说所以他去自杀 我愿意分享给我们 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觉得你身边 你碰到这些经验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冲突 那这个冲突也被掩盖了 所以说这个故事里头 就断了 故事如果说是这样 有可能 有可能自杀的情况 有可能说冲突无法解决 到最后实在 他觉得走投无路 然后他自杀 OK 这是一条路 可是有没有可能 在冲突的过程中 他就被打死了 打死以后被丢到 丢下去 然后公安 反正大家讲好 来验尸完以后 说自杀 结束 所以大家就跳过 那一段不讲 因为我过去在采访 中国很多这种 离奇死亡事件的时候 这个苦主 他们家属 在叙述这个过程中间 常常有这个过程 我就明明有这些伤 可是公安也不理他 就是反正就是自杀 已经决定了 就是自杀 他们是有这个习惯的 他们的公安是有习惯 用这种方法结案的 所以我强烈怀疑这中间 我不排除中间有自杀的案子 因为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合理怀疑说 这么密集的延续中间 有没有可能 这中间原来是一个沉案 到最后反正外面都说 我们这里有自杀草 多自杀一个算什么 杀了把它丢下去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尤其最近两个 更令人怀疑是这样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牵涉到 中共这个体制 尤其他们的所谓的警察体制 武警体制 所谓的调查公安体制 基本上是会吃案的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他会吃案 那在这种基础上面 我当然有一部分是 对郭台铭先也觉得 他真的是束手扶车 他怎么办 如果他自己有密报 有人告诉他说 这不是自杀 这是他杀 现在就比较容易 如果他是单纯 就是连续有自杀草 我认为郭台铭先 他一定可以有很 一个对峙的方法 可是如果是他杀呢 他现在怎么办 他就要怎么处理呢 那这个事情 我认为王丹讲完全正确 胡适康这个是被凸显出来的 所以这后面可能还有其他故事 这个就是说 这个郭台铭先的另外一个困难 这是被凸显的 我相信南方周末报这个 当然我听到王丹先生讲的是没错 他说远远称不上血汗工厂 这一句话 其实是血汗工厂 这怎么不是血汗 是 可是可能比他条件 更恶劣的血汗工厂 也可能有死亡事件 他们这些事情 他们就自己都掩盖了 所以这个 胡适康的问题 我们讲的不是 这十个离奇死亡事件 可能是一个零 两个零 三个零比这个更多的死亡事件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知道说 那个地方其实有非常多这种 沉渊墨白的事件 其实都有发生 那这些都没有被报道 那更是掩盖了一塌糊涂 根本就外面 胡逐根本就没有办法出来讲话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真是复杂的程度 其实我觉得需要我们 非常努力的去去理解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一个人 就是郭台铭 你的工厂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不可以这样的 不明不白的 就这样 有一天没一天的这样过日子 这不是你的态度 是是是是 像我们其实常常会批评说 年轻人草莓族抗压心不够 可是事实上 其实这是在扭转一些议题 譬如说 富士康的这一个新闻发言人 刘坤 他讲说 这个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他说他是讲说 这个是80后之间的问题 所以社长你压根不认为 所谓的80后 是自杀的关键主义 我觉得那个无法解释 无法解释自杀 能够解释说 他们就动不动就不工作了 可以 对不对 动不动就换工作了 换工作了 那就是跟主管吵起来 就是计较很计较 因为他在家里头是 是孩子王 是霸王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指挥我 这个可以解释 可是现在你有没有看到 整个我们看不到那个冲突的过程 我们只看到最后他自杀 那你怎么可以 他可能选择自杀 自杀其实有很复杂 不是说什么 一时兴起就会自杀 自杀有很复杂的心理 跟的内在的有机 跟这个精神状态 跟有机状态的一些变化 才会有自杀这个行为 自杀这个行为 在精神医学里头 是非常列为某种程度 就是精神发作的一种状态 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不能就给他们三言两语 这个实在是太不满意了 不过铁职我要请教你 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 中国的自杀比例 是全世界排名很前面的国家 但是那个有可能是社长所说的 其实是他杀变成是自杀比例 不过我们来看看 所谓的我们根据的是 霍顿教授的这一份调查报告 讲出来2010年这一份最新的报告是说 全球每年自杀的这个人数呢 如果是100万的话呢 总共大概是100万人自杀 中国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呢自杀死亡全球平均呢 是每10万人呢 平均起来是15个人 低于五个人呢 包括希腊 墨西哥 巴西 伊朗 埃及等等的 自杀率都算很低的 而中国呢是足足高出世界 平均大概两倍以上 包括中国 日本 哈萨克 芬兰 拉脱维亚 匈牙利 自杀率都是很高很高 当然立陶宛是算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不过我们特别想调台湾也没好到哪里去 台湾这几年因为经济的压力 我们的自杀率呢 是高达每10万个人呢 24.3人 而男性又比女性高出很多很多 不过台湾的自杀情形 我们改天再好好来谈 我们今天主要把焦点聚焦在中国的情形 真的是80后 或者是有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首先我同意王丹刚刚所说的 就是说富士康反映的 现在不只是富士康 而是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个现象 那可是我想讲更多一点 就是不只是在工厂 那我们当然知道工厂 就是包括富士康这样的问题 像富士康我一开始也提到 虽然南方中国说它不是想要工厂 但是我们看到它那种军事化的管理 人面对机器不断重复化的这种兵人 其实你可以想象到那种绝望 那现在在中国这种绝望跟暴力 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 自杀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我们譬如说举另外一个例子 关于拆迁的自焚 过去你有多少期拆迁 因为拆迁要自焚算不算自杀 当然是 可是这个媒体很多也没有报道 那这种工厂 因为在工厂在工作 受到最根本的剥削的 我相信不管是他到自杀 一样也很多 那或者是前两几个月 五六期的这个校园袭击事件 那都是出自于这些人受到剥削 受到伤害 然后导致基于一种绝望的行动 只是有的面对这些绝望 社会绝望对体制绝望 他采取的是自己伤害 有的是伤害别人 可是我觉得重要的理解说 现在中国这个东西非常普遍的 很多人面对体制 尤其是过去30年经济快速成长 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 他们是觉得非常的无力跟绝望的 甚至还有很多是大学生 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这样的自杀例子也非常多 去年南方总共有报导 上海一个叫杨渊渊的 那当然他被报纸做大幅报导 就是因为他觉得 他念了很多书 念完说是 可是对于生活还是觉得没有希望 所以他跟他母亲一起烧炭自杀 那这个他变成报纸的头条 但我相信没有成为报纸的更多 所以反映到是在中国 现在的发展模式上 对人的尊严的末世 这个造成现在中国 我觉得非常大 非常深刻的社会危机 是 是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中国这一代的人 会这么想不开 我们来看看 浑厚的歌声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 在年度晚会 宰歌宰舞的卢星 其实一直活在阴暗角落 这个月6号他自行结束了 24岁璀璨生命 成为富士康第六起跳楼生亡员工 中央台特别长篇报道 最终卢星碰到了问题 他就是真的比较节点的 他就是比较孝顶 就是每个月都能够借钱回家 他每个月就你了解到大 就可以借多少钱了 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 他可能就发了 就发了1800到1900 他都借了1500回去 卢星是来自乡下的穷孩子 父亲为了让宝贝儿子念高校 努力做工 在一次意外中摔成残疾 家中的重担全落在卢星身上 卢星遗留的杂记中写着 后悔选择的生产线 但加班费多却很不快乐 卢星沉重的家庭经济压力 反映了中国一胎化政策下 年轻人压力冰山一角 中国社会目前高刺杀率的 除了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其实女性还多于男性 农村自杀的比例还高于城市三倍 这些异常于西方已开发社会的 高自杀族群指标 让中国社会系统亮起警讯 这些女性 她可能承担了太多责任 那这个在那时候的研究角度 会看到说 因为很多先生可能就是要上城市去打工 她一个人在家里面 又要扮演要照顾高堂老母亲 又要扮演照顾小孩子 又要去做农事 她身上是变成是一个扛着很多压力的高压主 确实都是跟我们一般对国际概念那种自杀趋势是不一样 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建立全国性的死亡报告 使得中国自杀防治工作绩效有限 而研究中国社会现象的台湾学者还认为 80年代后实施的一胎化政策下的独生子女 在中国社会被称为毒苗 这批毒苗在心理及人格方面的缺陷程度比想象严重 第一次考试成绩不是很符合父母的期望 听说他妈妈就打他一个耳光 这个小孩子就马上就跳楼就跳下来 大陆社会现在也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所谓变迁中的一个社会 那变迁各种各样的都是在还没有固定下来 因此特别年轻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一个不确定性 中国官方宣导资料指出 在中国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 呼吁争取生命 居高不下的高自杀率代表的是对社会的高度失望 也让富有的中国落印上社会不安定的危险指标 不过林老师有些社会学者认为说一个人选择自杀 他其实所象征的是对整个社会表达的最深层最严厉 而且让社会无法回应的最痛苦的一个控诉 在这一连串的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之后 我们很难得的看到又有学者去做连署的这个动作 在刘晓波写了这个林八宪章之后 基本上中国已经不会有学者敢在共同来连署 可是在富士康接连自杀跳楼之后呢 包括北大清大以及香港的很多间这些研究社会学的老师呢 有九个老师们他们联署公开了一封联合公开信 呼吁中共当局要审慎的来处理这件事 包括说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长期被忽略 以农民工的身份作为借口 这些人不是城市居民 所以你可以尽情的剥削他们 用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这些劳工的报酬 再来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 深圳那个地方生活费之高 可是你一个月就赚九百块几分工资 怎么活下去 你当然要尽可能的去加班 再来打工的意义如果轰然坍塌的话呢 是引发自杀的结构性的原因 企业不管是台商不管是外资不管是入企呢 应该要给劳工有尊严的工资创造基础物质条件 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地方政府应该要为农民工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等等的社会福利 社会需求使之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国家要立即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 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 我最最最大的疑惑是 中国共产党不就是以农工讲无产阶级革命吗 怎么变成是无产阶级被剥削的是最痛苦 而且必须选择自杀来去作为抗议的这个族群 我想我先先补充一下刚才先宏兄讲的了 就说中国的公安很多都是从部队 就军队里面转业或者复原 下来就当公安 很多企业的保安也是从军队里面退下来的 是 所以等于说很多公安人员 这个保安人员 事实上都是以前的占有 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就是也是共产党的模式 就是用暴力来解决 认为镇压压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这个就造成这个一些社会矛盾 最后是一定用以悲剧来收场 那么同样的碰到一些 我们刚才讲的一些 比如现在一个什么心理问题之类的 这也是中国的心理问题 精神问题应该最多的 因为中国的社会是封闭的 但是也偏偏是这样子 中国的心理医生 可能是最少的 在文革的时候 包括50年代 中国在大学里面 那个社会学跟心理学 是基本上都给 都给砍掉的 但很多碰到这种问题 都是用政治 用政治来解决 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 那么在刚才你谈到的 就是现在为什么中国 是在以工农出身的 以工农起家 现在是最末式 最末式工农 实际上我自己认为 就以前南斯拉夫 有一个理论家 那个基拉斯 他不是写这个新阶级 就是共产党 他表面上是工农起家 但事实上他拿到政权以后 他就成为一个新的阶级 新的这个统治集团 他最模式的 最忽视的 像就是过去 最支持他们的 工农大众 现在中国也是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 现在我们讲的血汗工厂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存在 事实上 为什么很多外资 包括台商港商 喜欢到中国去投资 就是因为只要你跟 政府跟大地政府相互构建 你就可以获取最大的利润 我九年年代 我去过几次东莞 一些台商港商那边 我都看到什么东西呢 他们招工 都是一定要讲什么 我这里每天要加班 如果你没有学每天加班 工人不来 为什么呢 因为每天加班 我的收入就可以多了 如果没有加班 我的收入根本就不够 不够养 不够养后我自己 也不够这个机会回家里 为什么说13天 工作13天休息 不够一天 这一天就是给你到邮局 去寄钱回家 他是这样子安排 如果说是你不需要寄钱回家的话 他可能就是一年365天都不需要休息 是这样子一个 是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那个那个 市场模式 所以我当时看了 像为什么我说富士康 可能比别的地方好呢 他里面一个宿舍 我去看过那些宿舍 是跟教室一样的 是住几色个人的 所以那个情况就是让我想起 过去马克思主义 刚才你讲的资本主义的那个 那个原始阶段 但在中国现在就在这里这样出现的 是是 我自己到东莞去 那些台商 每天晚上就请公安局长跟派出所长吃饭 我都在场 吃完了以后一起到卡到OK 然后跟那些女的什么一起 跟那些少女年轻人 然后他们一个口号就叫 完了 跳完舞叉完歌就就地正法 所以我看到太多这些东西 但是过去我那个 我的老板跟我讲 这些东西你千万不能写出来 你写出来可能就没有命了 但是我我作为一个 现在专业的我都要了解 到底中国的人权情况是 是怎么样 我这些都都非常 我都非常了解 所以林老师你谈到的是一个更深层的 一种剥削的问题是 企业跟地方政府之间的勾结 来去大量剥削所谓的劳工的权益 甚至是声明 我们再透过视频 所以那个工会什么去调查 没有用的 因为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会 工会去调查没有用 没有工会跟党的利益是一致的 是 跟当地政府的利益是一致 他能够调查出什么东西出来 是是是 我们透过视频年线再请教一下 王丹你又如何理解在中国普遍的这种企业 或者是财团跟政府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究竟是如何 而劳工在中间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 就是这家富士康公司四年以前 2006年就在大陆出过一件事 它以名誉侵权的纠纷为由 向中国的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 提出过总额三千万人民币的索赔 而且还要求深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冻结那两个记者的个人财产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两个记者去揭发薛汉工厂的本质 我觉得把四年前这个事件拿出来看 就可以看出很多的端倪 这个中级人民法院啊 当即就就答应了这个富士康公司的要求 就把那两个记者财产就冻结了 你说中国政府啊 打压新闻自由 这个我们一点不奇怪 我们见太多了 可是你现在看到啊 台商企业富士康跟中国政府勾结在一起 打压新闻自由 当时在中国网络上掀起轩转大波呀 而且是非常大的语论压力 所以后来富士康 鸿海集团还开了高层会议 决定将索赔金降成一亿元人民币了 然后也解除了冻结等等 我觉得通过这个事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跟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有关联的 这个就是刚才林老师提到 在中国的现在这些工厂里 其实这是中国面对的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资本家跟政府 金钱的权利跟政治的权利结合在一起 对人民形成压迫 那这个 这是庞大的一个势力集团 权贵集团 那个一般的老百姓面对着集团 这是一点没办法 他除了自杀还有什么办法可走 我这里要特别提出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谈到 我觉得应该强调一下 就是所谓的台商问题 这个所以在台湾讨论 讨论富士康的事件 我觉得真是应该引起重视 大家知道我在美国主持这个 北京之春杂志 我们有记者在东莞那边 发回来的报道提到 在珠三角那么多的外资企业里 风平最不好的就是台商 这个台商你跟日商比 跟美商比完全没法比 那个工作环境的恶劣 那个制度的严苛 那个工资的低 把台湾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 不好的东西 拿到大陆去极度的放大 口碑是非常不好 我觉得通过富士康事件 应该对台商在大陆 提起一些警告 其实过去东莞那边 就出过类似这种 就是把台商什么全家杀了等等 那个背后有没有台商在大陆 为了挣这种血汗钱 太肆无忌惮的这些原因 我觉得我自己在台湾的学生里 你们有不少其实父母是台商的 都应该跟自己的父母 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通过富士康事件 台商应该有一定的反省 你们是不是在大陆 把那个血汗工厂做得太过分了 好 谢谢王达 我们好好来看一下 到底在中国所谓的血汗工厂 指的究竟是什么 而中国的劳工 所谓的无产阶级 这些人劳工权益 又是如何被剥削 我们来看看 中国经济成长一飞充天 但中国基层劳工的工作条件 却没有更好提升 去年八月 在浙江省爆发好几间电子工厂 大罢工 劳方要求改善工作超时 以及薪资常常被扣的问题 但厂方以罚款 以及没收工资威胁 态度强硬 台湾学者表示 中国其实依法有工会 但是工会自主性不高 不会站在劳方立场维护权益 在富士康的劳资关系 传闻不平等的合同 也有待检讨 五年不能离开 如果离开的话 就必须要做什么样的赔偿 我认为压力也是有 也会产生 中国网友还痛骂 连续闹出人蜜的富士康 就是剥削劳工的血汗工厂 遭到富士康严正否认 对富士康来说 资方愿意付高薪给员工 被冠上是血汗工厂的代号 实在太沉重 但在中国 血汗工厂低薪剥削劳工 甚至残杀劳工的 却不是凹船 07年6月 湖南卫视报道了 山西省林坟爆发 村支书记儿子 所经营的砖窑厂 竟然用铁棍 及狼狗对付劳工 很多人被打到遍体鳞伤 甚至神智不清 看到这样的景象 让社会震惊 还有很多劳工被榨干劳力 却没有领到一分钱 原因是他们是被骗的未成年劳工 还有400名父亲 在网络联名呼救大家 帮忙寻找他们的小孩 怀疑是被血汗工厂骗去做童工 画面上是河南籍家长看到新闻 丢下农事搭乘长炉巴士 赶往寻找他们失恋的孩子 每个家长看到血汗工厂的待遇后 都痛哭失声 美国国务院三月份发布 09年国际人权报告指出 在全球194个国家当中 中国 北韩 伊朗和阿范等国 被并列为全球人权状况 最差的国家 这些都让中国在经济强盛的背后 蒙上了压榨劳工的悲歌 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 其实台湾也好不到那里去 这几年台湾自杀率也是攀升 而反映的也是整个贫富差距 越来越严重 以及失业率的问题 越来越难控制这些问题 而中国的问题是更加更加的严重 因为所谓在企业跟地方 以及中央政府之间的 这种勾结的关系下 劳工往往是最底层 最被剥削的最严重的一群人 我们来看看 2010年4月20号的时候 这个帮微软代工的 也是台商的公司 东莞的这个昆银公司 美国国会调查报告 我们根据是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说 这间公司的员工 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 每个礼拜工作6到7天 顶多让你休息一天 常常是一天都不让你休息 时薪 一个小时的薪水 是4块1毛钱人民币 也用了385名 没有成年的实习生 而且也没有跟地方政府来报备 上工的时间 不能讲话 不能听音乐 更不可以去上厕所 07年的时候 帮美国这个Walmart代工的 这5家公司呢 美国国会调查报告讲说 时薪呢 2块人民币 做1点钟 2块台币呢 大概算一算 不过是10多块 的这个新台币左右 非法雇用12岁的同工 如果你要请假 一天罚你50块 等于是一个工人 2天以上的工资 而且工作环境充满了粉尘 而且还有很多化学燃料 都没有所谓的防护措施 中国劳工观察呢 他们讲说 员工每天加班3个小时 每个月加班是100到140个小时 而中国法定工时呢 每天只能做8个小时 中间还要休息 每一个月只能加班36个小时 换句话说 这个法令呢 是形同虚设 铁字我再请教你 理论上中国应该对劳工阶级是很在意 可是显然这个理论是完全背道而驰 这个已经背道而驰很多年了 这个马克思说资产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 国家是资产阶级的行政委员会 我想没有比这个更说明现在中国的现状 刚才王丹也提到 那么林老师也提到 其实现在中国很多人在抱怨 这个现在形成资本主义 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 就是它现在是个严重贫富不均的社会 那么特别是最近连新华社都出了一些报告 在谈论这个中国贫富不均 甚至已经快超过一个警戒线的一个标准 那所有能够掌握到就是政治权利 和经济权利的这个结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中国一个很大很大问题 再加上中国打压公民社会 因为公民社会本来是可以自我组织 包括说我们刚刚谈到的工会 工会照理说是可以 站在工人这边去跟资方国家去争取一定的权利 那我觉得这个从国家发展的时候 当然是好事情 因为它保护工人 那可是中国就不断地打压这样的工会 甚至不只是工会 那么我们看它打压其他的NGO团体 那其实这些NGO团体都是可以帮助的 譬如说我昨天文章写到 在今年三月中国关掉北大的一个 妇女法律服务中心 那你看其实这样的中心 本来是可以帮助更多妇女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这样的NGO组织慢慢消失的话 那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走上绝望 甚至自杀之路呢 所以这个打压公民社会 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最后我是觉得 我觉得王丹刚讲的非常重要 我们谈中国的工人问题 当然中国政府是最大要负责的 但是从台湾的角度 我觉得对台商来说 我觉得台湾的公民社会 的确应该给台商更多压力 要求他们 因为既然在中国我们知道 工人不能站起来为他们说话 那么台湾从这个出发 我觉得我们应该站起来 给台商有更多压力 让他们能够走一个更人性 更尊严的方式 是市长我其实 就刚刚王丹那样讲 我会觉得很难堪的一点 就是说很多以前 所谓的认为台湾的民主 所谓的自由有尊严然后两岸互动之后 我们可以去改变他们提升他们 显然没有 我们不但没有帮助到中国这些基层民众 反而我们是在做帮凶 台湾在做什么事情 台湾的这个民主经验 说起来其实非常脆弱 其实这些都可以从台商身上看得到 那为什么这一回我们要一开始 就对郭台铭给他压力 的原因也在说 他其实是最大的一个代表 他的财富有目共睹 所以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人的品格问题 你能不能做一个 而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意 就是说你的行为会成为一种 中国大陆广大的劳工 怎么看台湾人的问题 所以这不是你工厂的问题 是整个台湾的形象 会被破坏掉的问题 那现在你也看到 有一些中国的媒体已经开始报道 我认为这个背后 慢慢慢慢就是 台商就是这样 这个形象一旦形成 被约定俗成了以后 这个很多我们看不惯 这些台商作为的 我们到时候怎么为台湾讲话 所以当然王丹提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变成是台商是不是 跟中国政府联合起来 压榨中国劳工的一个 那当然你可以知道说 这些台商在台湾的时候 不敢这样做 可是到了那一边 完全整个行为就变了 你说这个环境本身也就 看出台湾这个 整个的脆弱化的过程 这个民主脆弱化的过程 也值得我们警惕 为什么一个人在两个地方 有不一样的行为表示呢 这个我觉得台湾的政府 其实也应该 要把它当成一个议题 不要只谈ACFA 要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那边的环境 跟我们这边的环境 我们有我们自己 如果说我们的政府还相信说台湾 无以为保 以民主自由 法治 为保 那你就要保障你这民主自由 法治走到中国去的时候 你还是要用同样的方法 去处理这样的东西嘛 那当然有可能有人告诉我说 这样就没钱赚了 那我们就要疑问就是说 那你去那你赚钱干嘛 你赚得了只不过把台湾污名化而已嘛 也就是说这一点对郭台铭来说 是最大的最大的挑战 是是是钱不是问题嘛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法 让人家感受到说 台湾人不是没灰没白色 无血无泪 不可以做到让他感觉无血无泪 林老师你对中国的内部的 不管是民民众的基层意见 或者是舆论会比较熟悉 我想问的是刚刚我没谈到 富士康是坚决否认他是血汉工厂 他给更高的薪资 他怎么会是血汉工厂 可是我想问的是说 如果从中国基层的名义 或者是舆论来看 他们如何理解台商在中国大陆 我觉得台商要很小心 现在中国将来社会矛盾 无法解决的时候 会把这个责任转移到台商 跟港商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李嘉诚是首富 跟中国关系都好 但是他儿子已经被中央电视台点名 说是因为这个高楼价 是他搞的 都是他搞的 所以把它处分不准再从事地产买卖 现在中国的媒体也在开始点过台名了 这样就把社会矛盾 好像都是港商跟台商做的